如果硬要阻力要把它锁定的话 是很好锁 但是我来调查一下 它的最近几年的配息 往前推 去年配0.5 前年0.35 然后再过去0.8 0.7 0.45 0.65 0.45 这个等同于联电的水准 那联电现在 16块左右 这个是它的一倍价格 也是从16块左右 喷上来的 这才几天而已 就一倍了 很想放空它 放空它的话 第一个 卷源不足 我刚看了一下 好几家券商 你再怎么去收集那些券 你顶多给你空20张 也不会富有 但是这个下来的速度 跌定很快 好 这个是周线 你看 你看这个 这个上下下开口 你看沿着这条线 一路向下 有没有 一路跌跌跌跌跌 好 一直跌下来 那如果没有武汉肺炎疫情 这个做不知不得 这个怎么会喷上来呢 那你随时 你其实赶的话 这个时候放空它 如果你拿得到券的话 我不相信它会喷到天上 不可能 这个爆量了嘛 来看这个月线 好 来看 爆量 杀 爆量 杀 有没有 杀可凶了 这个爆量 也杀 一根长黑 这个爆量 走平 走平 然后 反正它遇到这个 上下下的开口 就一路往下 好 现在爆量 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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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得还能涨哪里去 除非这个肺炎 人类太蠢了 这个肺炎 可以让它延续五年 好 那 口罩卖到翻掉 那 口罩要赚到八亿 不容易啊 那 你要 你这个三十块 那我想一下 EPS要三块钱嘛 对不对 好 大概要赚三亿 你八亿的股本 要赚三亿 不太可能 所以 这个 这个放空下去 不过我们 基本上是不放空啊 因为太拍坦了 基本上 你放空的话 因为 主力 它到底 手上有多少货 它要控制到怎样 你不知道吗 不过 基本上 是这样 看日线 既然是做技术分析的教学 看日线 来 这样 上上下开口 站到最上方这一条 然后你看这个收敛成这样 喷 喷上来 反正都是武汉疫情的关系啦 所以 这种 你也不要觉得说你能赚到它啦 真正有做这一支的 你问他 他有没有买一百张两百张 有到两百张以上的才会富有啦 不然你如果说你用二十万 然后赚一倍二十万 那也不会富有啦 好就是这样 来看这个 又回到中株 来看 你看 这是日线比较短 站上 沿着线喷上来 站上喷上来 这里站上 哇没有喷掉下来 好 为什么有这一段这个跳空 不就武汉肺炎疫情吗 新春开盘 不然这个差一点呢 这个你看 这一段不要看 来看一下 这段不要看 你看到这是什么 这差点喷上去耶 差点要创历史新高了 真的没有武汉肺炎疫情 你还没有这么低的价位可以买 那今天为什么我带大家冲进去墙 这个看起来 已经 背离了 什么叫背离 这里在这里嘛 有没有 这个点在这里 然后破底 结果 理论上你破底的话 你这个绿色的柱状体 应该是往下 比 要比这个还要下来更长 这样才对 但是它是这样 那这个是这样 有没有看到 那这个是这样 这叫背离 如果你这个是这样的话 这个破底的话 那你这个绿色的柱状体 应该是更下来 这样才有对照嘛 所以这个叫背离 那背离往往 有没有看到像这个 这个下来有没有 下 哇 但是它是这样冲上去 哇 但是它是这样冲上去啊 这边也都有背离啊 那 这个 这个 下下下 稳定向下 理论上这个地方是空头最爱放空的点 这里也是 啊 这里也是啊 死啊死啊 你看全部都向下吧 不然你再放下看看 你赚12块的公司啊 那 目前赚12块 然后 怎么样都比统一超还厉害哦 统一超没这么厉害 我们追踪它是从这个 我是依统一超来看 同样是长远的配息来看 统一超现在的 不管股本来说 获利绝对值来说 未来成长性来说 全部都输中族 而且输很惨 所以这一只未来会变成大怪物 那 我们过去曾经 放任它跌到81块 还在强力的加码 那 没有 没有去深入研究 会说 你头脚去笑的 让它跌到81块 你要看跌到81块 的那一段 那 其实要从日线 或者甚至从60分线来看 你很容易知道 它什么时候要跌 比如说这个点 这个点 这个点 我怎么会不知道 它将来可能会跌 可能吗 你看 这个点 这个点 这点 后来不是跌吗 再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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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为什么要放任它 我们要不要在这边先出一趟 啊 啊 为什么这边不先出一趟 那 你说先出一趟 然后 啊 这边大概130 左右嘛 然后到12接回来不是很好吗 这边也是啊 130左右 然后到120接回来不是很好吗 有那么厉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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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上是可以这样做啦 这个都可以避开啦 那万一这呢 这要怎么办 啊 这边啊 你一出场 啊 这边当然是绝对空点嘛 你基数面来说 是不是这样 这边是不是 啊 这个点到最下方那一条嘛 那应该是狂泄而下啊 要像这个一样啊 要像这个一样啊 要像这个一样 好 那相相对的 点到最上面 是不是狂奔而上 啊 点到最上面是喷上来 对不对 啊这个点到最上面 它 基本面那么好 理论上那时候你要紧张啊 你要最后买一点 不买的话 喷上去 喷到160 170 你怎么追 所以 如果你在这边 想说我先出场 让它掉下来 这边我先出场 等它掉下来再接 那你如果遇到一次这一种 这一种你说 这边先出场 全部洗光 那你又说 那现在这个点 不是比这点还低吗 那都事后论啊 对不对 所以 真正厉害的 你要 你要像那个 我所提过的 新复发障碍 或如虹障碍一样 死暴活暴才是最厉害的 然后你看准一家公司 你重压身家 那个才是最厉害的 你在怎么技术面 跑来跑去 高出低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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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